大家好,今次到觀塘工業區 鴻圖道與巧名街交界 有一個美食廣場介紹給大家 就是這個叫愛琴坊的美食廣場 好,進去看看有什麼食物 首先,光顧這間日式當飯 點了幾樣食物給大家看看 日式鰻魚飯 鰻魚夠厚夠大塊, 珍珠飯好吃 蟹肉蟹膏炒飯 看下去, 平平無奇炒飯一碗 珍珠飯, 混了蟹肉蟹膏進去, 很甘香, 好吃 這碟小食, 釀雞翼和雞丸骨 雞丸骨又好硬, 不好吃, 百元就算了 羊雞翼外面香脆 裡面有很多名太子, 好味道, 十元兩隻, 值得 這碟櫻花荔枝烏龍茶 不會太甜, 好香荔枝味, 搖勻才好喝 接著去第二間看看 這一間是吃中式食物的 點了一個套餐給大家看看 這裏的食店, 下單就給你一小時, 響鐘就拿食物 薑蔥手絲雞飯, 加中式燉湯 薑蔥手絲雞飯, 加中式燉湯 薑蔥手絲雞飯正常味道, 反正山菜又好吃 這個燉湯很新的食物, 很適合 這個燉湯很足料 有雞腳 瘦肉 雞肉 花膠 還有冬菇 材料的味道全部進入湯中,非常好喝 好,又去第二間食店試試 這間食店看早餐就知道是吃漢堡 看看他們的餐牌 這個叫經典之寶 比較小的食材很新鮮 健康寶扒夠厚,夠牛肉味,夠肉汁 芝士肉醬薯條 份量超多,兩個人都夠吃 薯條厚切,外脆內軟 芝士肉醬味很香濃 接著就到這間食店 叫了一個湯粉給大家看看 這個月色清湯,叉燒烏冬 湯底是牛肉湯,加入香葉香草,好味道 烏冬就普普通通,正常味道和質感 有很多片叉燒的,少少肥 又是正常味道 有很多片叉燒的,少少肥 跟著到這間餐廣 有很多片子的卡位很棒 有很多片子的卡位,以及格仔桌布 雜菜沙律加了醋和橄欖油, 好吃 這個燒紐西蘭肉版牛扒 牛扒燒得好香好美 牛扒夠厚夠肉汁夠軟 薯仔加入煙肉和忌廉, 好吃 這個牛扒是好吃的 接著這間食店, 看到名字就知道是吃薄餅 又看看餐牌 叫了一個薄餅, 待會看看是怎樣 這瓶是蜜桃茶, 一點點甜, 普通口味 這個是海蝦紫蘇菜椒薄餅 72元來說, 夠了大哥, 兩個人都夠吃 它是薄餅, 外面做得非常脆 蝦肉夠大, 是彈牙的 有很多芝士在表面, 拉絲給大家看看 這個薄餅是好味道的, 72元 真是抵食, 夾大件 總結, 這個美食廣場, 地方不太大 幸好食物的款式和種類有很多選擇 價錢都相當便宜, 幾十元便可以吃 方便在觀塘工業區上班的人士有多一個選擇 大家留意這個美食廣場, 星期日和公眾假期不開 喜歡這條影片請按訂閱, 不花錢 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